大家好,我是涛哥,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 大叔看起来很和善,但是却感觉哪里怪怪的,大叔邀请小美到房车上坐一坐,顺便吃点东西暖和暖和,而小美也顾不得许多,跟着就上了车。 车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,装饰得跟贵族的会客厅一样,白脸大叔说自己叫艾伦,没有固定的住所,这个房车就是他的家,他本人是一名收藏家,至于收藏什么东西艾伦并没有说,只是不停的谈一些人生哲学宗教之类的。 小美感觉有些不自在想离开这里,可打开窗帘一看,外面漆黑一片,一点动静都没有,于是小美只好继续听艾伦讲他的故事。 艾伦讲的故事叫做打颤的牙齿,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眼镜男,这天是眼镜男儿子的生日,他因为出差开车来到了外地,正往家里赶的时候突然刮起了沙尘暴,路上的能见度特别的低,他只好停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里等着风暴过去。 接着无聊的眼镜男走进了加油站的店里,看到了一个假牙形状的玩具,想到还没有给孩子买礼物,于是就想把这副假牙买下来。 加油站的老板找到了玩具的八条钥匙,直接就把这个玩具送给了眼镜男,说和眼镜男感觉很投缘,就当是自己给孩子的一点心意吧。 眼镜男是很开心,看到外面的风暴小了一些,就想着赶紧上路。 这时店里的另一个顾客强壮哥拦住了眼镜男,让烧自己一尘,眼镜男想了想还是答应了,谁知在半路上,强壮哥突然掏出了匕首,抵戴了眼镜男的脖子上,让他把钱都交出来。 眼镜男很无奈,自己一片好心,居然遇到了节道的。 眼镜男是越想越气,一台油门,把车开得飞快,然后来了个急刹车,只见车辆不小心失控翻了过去。 眼镜男系着安全带,只是受了点轻伤,但强壮哥却被撞得不轻,浑身上下都是血。 这时强壮哥还想着要用刀捅死眼镜男,然而他的大腿忽然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,剧痛难忍。 低头一看,居然是那个假牙玩具,眼镜男大喊着快咬他,假牙居然像是真的听懂指令一般,一口就咬住了强壮哥的鼻子,接着又咬掉了他的手指,剧烈的疼痛和失血让强壮哥晕得过去。 而眼镜男也是被吓呆了,也陷入了昏迷。 等眼镜男再次醒来时,发现自己的安全带好像被什么给咬断了,而另一边,假牙玩具正拖着强壮哥的头发,把他一点点的拖到了草丛中。 九个月后,眼镜男重新回到了那个加油站,他和加油站的老板娘说起了此事,老板娘安慰他,强壮哥的死并不怪他,说着就递过来一个袋子,里面装的的正是当初的那个假牙玩具。 听完了艾伦的故事,小美觉得有些心慌,呃,那不是肯定的吗?我们先不管故事听懂没,害怕否,光这荒霄野岭陌生人给你讲鬼故事就够甚的慌了。 好了,这时车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,一张汽车停在了路的中间,司机慌张的下来问人去哪儿了。 小美不解的问哪里有人,司机无奈的说,有个男人说要搭便车,自己来不及刹车,直接给撞了上去。 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营绕在了小美的心头,这时她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似乎有一个人影,跑过去一看正是自己的丈夫小帅,而且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小美是痛不欲生,抱着小帅大哭了起来,但她没看到的是一个假牙玩具正悄悄的消失在了黑暗中,正是她把小帅拖到了这里。 第一部分的故事到此结束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,身体的革命。 故事开始,热闹非凡的夜间游乐场内,一双眼睛不停的到处游走,她是个贯偷,在短短的几分钟里,她已经偷了四个钱包。 然而夜路走多了,总会遇到鬼。 小偷正在偷东西时,被警察给发现,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,她在荒腕中躲进了一个帐篷搭乘的展馆内。 帐篷里是空无一人,小偷仔细一看,发现这里面都是一些令人恐怖的展品, 像什么胎儿的标本,实时垫型的椅子,落满灰尘的绞形架,合装木乃仪的棺果。 小偷好奇地在里面瞎转悠,这时一个手掌形状的蜡烛吸引了她的注意,这也太像针手了,可为什么会被摆在这里,又为什么会被做成了蜡烛? 正当小偷全神贯注地研究的时候,第一集里那个收藏家艾伦走了过来,热情地为小偷介绍起了这里的藏品。 对于这只手型蜡烛,艾伦称她为荣耀之手,并指出这真的是一只人手。 小偷没打算听艾伦在这里瞎扯淡,但此时警察还在外面巡逻,他也没有办法,只好硬着头皮听艾伦讲起了这只手的故事。 故事的主人公郑义哥是一名整容医师,他的双手堪称是鬼斧神功,很多客人都很相信他的医术。 这天郑义哥在给一名女病人进行检查,可他的手却不小心戳到了病人的眼睛。 对此郑义哥也很奇怪,自己根本没有想做这个动作,估计是没休息好肌肉筋挛。 然而接下来的怪事是越来越多,在手术室里,郑义哥正在做手术,忽然一把就将手术刀扔到了地上, 接着又几次将手术刀乱扔,还差点就扎到人,他的手感觉不由自己控制了。 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金发姐,但金发姐也是说可能没休息好的原因,于是两人早早的就进入了梦乡。 谁知此时郑义哥的两只手居然开始了交谈,他的右手不停的劝他的左手要起义,要学会反抗。 左手显然是心动了,两只手商量着要从郑义哥的身体上脱离,实现自由。 最终右手决定让左手先离开,然后再由左手组建军队来救自己,并最终敲定了起义的时间。 画面一转,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,连日的怪事让郑义哥身心疲惫,他还是早早的就睡下。 这时金发姐看到郑义哥的两只手在不停的舞动,金发姐以为郑义哥在做梦,上去查看的时候却忽然被两只手掐住了脖子。 等郑义哥反应过来的时候,金发姐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郑义哥想要打电话找朋友求助,他拼尽全力用鼻子拨通了号码,刚想要开口说话,却被右手捂住了嘴巴。 之后两只手不停的攀爬,一路把郑义哥带进了厨房。 郑义哥此时也明白了,他的手想要脱离自己的身体,但郑义哥却无能为力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右手,看掉了自己的左手。 画面一转,郑义哥奇怪的电话让朋友放不下心来,过来查看情况,发现了受伤的郑义哥之后,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。 这时郑义哥的左手偷偷地跟了上来,向右手汇报了情况,并告诉右手他会召集军队来拯救他。 苏醒后的郑义哥将这些事告诉了老朋友们,但大家根本就不相信,最后还被医生打了镇静剂又昏睡了过去。 到了深夜时分,郑义哥的左手偷偷地潜入了医院,并说服了保安的手。 保安的手拖着保安进了手术室,一阵电光火石之后,保安的两只手被砍了下来。 接着郑义哥的左手又来到了各个病房,说服这些病人的手也加入起义的队伍,一时间医院里是哀嚎不断,选光闪现。 另一边,醒来后的郑义哥质问右手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,又为什么要反抗自己。 右手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单词,自由。 郑义哥也明白了,如果不灭掉自己的手,他将会带领更多的手脱离人体, 到时候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,现在他和手还是一体的,只要他死了,右手一样会死。 想到这些,郑义哥决定牺牲自己,这时他的右手也感到了害怕,想要反抗却发现自己势单力薄。 右手是拼命的挣扎,拖着郑义哥来到了阳台。 郑义哥低头一看,只见外面的大树上停了几十只断手,他们都把右手当作大统领一般,顶礼膜拜并誓死效忠。 郑义哥赶紧爬到了医院的天台,那些断手也跟着爬了上来,这时郑义哥高举右手大声呼喊, 我是救世主,跟着我一起离开身体的独裁,说完便从楼顶上一跃而下。 而那几十只断手也跟着跳了下去,郑义哥牺牲了自己,拯救了世界。 然而画面一转,这天的夜里一个女孩的鼻子突然自己动了,之后女孩拿起了剪刀割下了自己的鼻子, 看来又有新的人体器官决定起义了。 艾伦的故事讲完了,然后他和小偷握手告别,可当小偷出了门之后, 却发现自己的双手突然开始不受控制。 在双手的拖动下,小偷来到了警察的面前自投罗网,故事到此结束。 非常有趣的一部恐怖电影,里面没有太多的恐怖画面,还透着那么一丝幽默和诙谐, 但营造出来的那种鬼魅的感觉,却让人久久的难以忘怀。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原片哟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,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,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。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,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